放开那个片子,让我来吧 大家好,我是做八片 今天八的片是史上最长寿的动画剧 新普生一家 不要怀疑,那个长不大的小学生侦探是从1996年开播 而这部剧从1989年首播至今已有30年 能在美剧市场活那么久 可见它的质量不仅高,而且稳定 今天这集的主题是困扰男性很久的问题 男人为什么不能怂 这个社会对男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怎样才是真正的强大 后完重点开始八片 学校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在台上表演的姑娘这是新普生家的女娃娃 新小妹 台下最后排最右侧的扫把头 是新普生家的男娃娃小新 旁边的三个混混怂恿小新 却拉向墙上的火警 小新果断拒绝 说坑妹妹的事情咱不做 混混于是说了一句男人无法拒绝的话 我赌你不敢 小新咬咬牙走向火警报警器 仿佛看到妹妹在求自己不要回了演出 小新于是回头拒绝了挑战 小混混表示 身为男人你居然怂了 我们真替你感到丢脸 这事很快在学校传开 大家都知道小新在挑战面前怂了 学校领导甚至喊来了小新的父母 让小新意外的是 妈妈狠狠地夸了他 爸爸在一旁也没有批评他 然而新爸回家之后 却立刻翻脸说 你做了男人最不该做的事 挑战面前不能怂 你必须接受任何挑战 小新表示无法理解 于是问路过的爷爷 爷爷悠悠说了一句 我孙女爸爸就是因为一个挑战 虽然生了个玩意不咋地 但是男人就不该怂 小新若有守物 回到学校广发英雄帖 从此以后什么挑战我都不会怂 几个混混得知 立马把他带去水坝 并在底下喊话 我打赌你不敢跳下来 小新站在悬崖边上有点犹豫 不远处的新爸正在偷牌公司的污水 看见自己的儿子站那么高 准备跑过去阻拦 一旁的同事却说 我打赌你不敢不去 事关男人的尊严 新爸在那犹豫了 同事立马说 我开玩笑的 快去救人存蛋 新爸终于放心去救儿子 把小新却一咬牙一跺脚 跳了下去 不偏不已落在混混的身边 好在这是个动画片 小新竟然并无大碍 医院里的新妈非常生气 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新爸双手合十开始祈祷 希望小新能编个完美的谎话 忽悠过妈妈 小新开始了一段急性谎话 说他在昏灭的时候去了天堂 还见到了上帝 上帝托我给您带句话 说吉人只有天象 不用担心 新妈表示你肯定是胡扯 小新灵机一动 说还见到了外公 新妈问外公说了什么 他一听便知真假 小新悠悠来了一句 外公说我爸爸是个蠢蛋 新妈当即表示 这句话高度还原了你外公的神采 毫无疑问 你确实去了天堂 见到了他 于是就满意的离开了 还原如韭菜 割完还会长 随口一句糊弄妈妈的谎言 引来了隔壁的狂热基督教徒 独信上帝的邻居 一根冰淇淋 收买了上帝的步道者 小新的记下这个孩子口中 关于天堂的一切 小新也越加娴熟 黄话张口即来 引来当地媒体纷纷报道 知名仪式公司登门拜访 想把小新的故事搬上荧幕 新爸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并给自己谋了个导演的职位 影片拍摄顺利进行 机智的新小妹却早已看穿一切 她对小新说 今天杀小谎 明天杀大谎 事情越来越糟 最终会惩罚你自己的 晚上小新闷到自己去了天堂 外公见面就开始骂她 于是她向上帝求救 身后的上帝慈眉善目 她说上帝就是爱 电影完成制作如期首映 一切顺利的不可思议 单周票房已经超过一亿美金 新爸回家后 甚至开始构思奥斯卡得奖感应 不堪恶门侵扰的小新却推门进来 向妈妈坦白了所有的谎言 全家决定向公众澄清真相 迫于舆论压力 他们将此时电影收入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 看似平淡的一集 却卖力了嘲讽了不少问题 比如谎言的连锁反应 宗教狂热者晃诞的行为 再比如媒体越来越不在意真相 只是在乎有多少人为新闻买单 这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男人激情的好胜心 打赌你不敢 这句话似乎能激发心中无穷的勇气 为了赢可以毁掉妹妹的演出 为了赢可以随便就生个孩子 为了赢可以从悬崖跳下去 为了赢甚至不去救孩子 戏剧源于生活 而生活王比戏剧还夸张 你一定也听过这样的话 是男人就喝了这杯酒 是男人就坚持60秒 是男人就不要哭 这世界怕是对男人有什么误解 就因为染色体有个歪 胳膊上多了二两肌肉 就要像个傻叉一样接受脑残的要求 一句话成了别人的枪炮走足 还佳佯自得为自己的霸气骄傲 沉迷于所谓的勇敢 却常常意识不到 没有智慧的勇气 不过是鲁莽 没有原则的勇敢 永远不会赢 小心站上水疤的那一刻 心疤犹豫的那一刻 他们就已经输了 为别人的言论 轻易地放弃自己 才是真正的弱 变强有时只是幻觉 变蠢往往才是真相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